十字路口一輛白色小轎車 呼嘯而過 直直撞上正要過馬路的小貨車 對方連人帶車翻滾滑行 好幾公尺差點波及 對上車道 目擊駕駛緊急向右閃避 而就在幾分鐘之前 他已經先撞飛一輛農用再踩車 駕駛接連闖禍 連車都不要了 手拿拖鞋打赤腳拔腿狂奔 一轉眼間他不見了 回到事故現場 巷弄內滿地蔬菜 農用載菜車殼噴飛 鐵甲凹陷 再往前幾步 小貨車側翻倒路中央後 擋風玻璃整片掉落 肇事車輛車頭毀損 管線外漏 撞擊情況相當慘重 7號下午1點多 花蓮福星吉安路與吉昌散結路口 巡邏員警注意一輛白色轎車 在路上斜停 行為相當可疑 明迪藍停駕駛受減 他不配合加速逃跑 先是擦撞一輛停放路邊的小轎車 再撞上一輛農用載菜車 接連闖紅燈又撞翻路口的小貨車 撞到這一台之後 他的車子變掉頭了 掉頭門打開就跑掉了 開農用載菜車的軟性女子 傷勢嚴重 頭部重闖昏迷 緊急送醫治療 目前已經回復意識 小貨車車上的駕駛跟乘客 一共三人 頭部及雙手都有擦措傷 而肇事的黃性男駕駛 有竊盜公共危險等前科 冤禁搜查發現 他車上藏有毒品 安非他命還有吸食器 似乎是一時心虛 飆車躲藍檢 連續造成無辜 湧入人受傷 嫌犯丟下車 拔腿狂奔 警方目前還有持續追查 TVBS新聞高志鴻 蔡新瑜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